对中华白的年轻小将来说 今年真的可以说是历史性的大丰收 现在亚洲杯涌夺第二名 接着在琼斯杯面对来自各国的顶尖强队 不但没有确场 还充分发挥年轻球员的票悍本色 打出一场又一场的好表现 最后以第五名做收 这样的结果让总教练Odus Hewley 除了满意 还是满意 在琼斯杯的比赛画下据点后 中华白的小将们即将各奔东西 而对胡隆帽和陈英俊这两位旅美好手来说 虽然马上就要跳上飞机回美国开学 但回想起过去这几个月来的惊奇之旅 实在让他们发自内心的感到感恩 今天对我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年 也收获很多这样子 然后今天大家在今天对日本比赛 可能就不管你身上有伤痛还是怎么样 就我们都一定四十分钟都拼下去了 然后最后拿下胜利我觉得非常感动 我也打过前两年的熊丝杯 那战绩都是第八名 那不是很理想 所以今年可以打到第五名 真的非常的开心 回顾这几个月来中华白小将的表现 除了让大家对旅外球员的成长刮目相看以外 之前在国内默默跟云的球员们 更是证明了自己的能耐 也让球迷们看到了中华南蓝光明的未来 我来体育新闻采访报道 就会晕着几个月 哦 一本